音乐 音乐 大家好 我是一海渊 欢迎来到我们的哲学现场 时间过得很快 我们这个节目也已经进入到第二季 我想一年有四季 春夏秋冬 我想我们这一棵哲学的大树 也好像跟整个世纪的轮转 现在已经从春天抽枝花芽 慢慢的要经过整个夏天的成长 我想往后到了秋冬 我们就是所谓的秋说东长 就是有一个结果出来 我想它这样的一个成长的过程 也仿佛我们必须要去理解说 我们一个人的成长也是随着世纪 就像我们每一个人从小到大 那哲学的一个发展 按照我们在前一季 它从希腊半岛爱琴海边 在那边生根茁壮 一路就是经过欧洲大陆 英伦山岛 还有美利坚美洲大陆 但是也有另外一条线是从印度中国 日本那目前我们第二季开始 我想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棵大树 就栽种在我们台湾的土地上 跟我们两千三百万人来陪伴 我们一起来在这个已经生根 已经茁壮 而且有的精干有的枝叶 我们也要等待它开发结果 我想这棵大树年年长 岁岁岁长 那它跟着我们 我们在清粹的台湾 翠青的台湾 那我们也必须要让我们的思想 似济如春 似济如春 就像我曾经说过的歌德说 所有的思想都是灰色的 只有生命这棵大树 长保青绿 其实我们思想也不一定是灰色 我们这棵大树 这棵哲学大树 如果跟着我们生命成长 它就跟我们生命一样 它可以慢慢跟着我们成长 那我们把这个大树种在我们台湾 种在我们台湾 那其实说我们土地的滋养 我们整个家园的这个氛围 因为我们的思考 我们有共同的一个思考的过程 我们追求一样的理想 我们去想想我们有什么共同的理想 所以我们第二季 我想我们就不再从苏格拉底开始了 跟着人物 跟着他们的思想来跑 我们就直接看看我们所生活的台湾 这个社会 这个我们的生活的世界 我们要问问哲学是什么 我们要从问题跟人物 跟所谓的人物的一些故事 一起来发展 我想任何问题背后应该都是有它的故事 那故事更会让我们来引申出一些问题 那这些问题其实是相当多了 我想我们一开始就可以问哲学是什么 那我们不做定义 这永远是我们的问题 就像我们问说我是谁 我们到底要往哪里去 我们的台湾 未来到底要成为什么样的台湾 什么样的国家 当然有一个更尖锐的问题 就哲学可以当饭吃吗 像我个人当年 可以说是以第一志愿考上哲学系 我那个几乎不四字的阿公 问人家说 我孙子念哲学系有什么用 人家竟然跟他说说 一遥天我去算命 以后可以算命 我想算命也是很了不起的 算命现在不只是一个职业 我想也培养一些明星的 我们发现他可以替我们说一些 让我们可以得到慰藉的话语 我想这也是好事 但是我们要想想看 哲学 是不是可以给我们当贩子 如果不是的话 哲学不是饭 不是满足我们的生理的欲望 它是不是有别的用途 它是不是可以给我们心灵的精神的安慰 它是不是可以让我们的思想有出路 有活路 所以我们要继续思考说 哲学是不是可以提供我们思考一些方法 一些道路 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就发现问题 而且是根本问题 因为我上前说过 哲学一个很简单的定义就是 去思考我们一些根本问题的一些活动 面对我们根本问题的一些思考活动 就是哲学 所以哲学几乎可以无所不包 但是它现在越来越专业 所以我们在往后 我们会比较侧重哲学的应用 特别是伦理学 政治哲学 法律哲学 社会哲学 或是思考我们整个人生的 人生哲学跟生命哲学 甚至于我们还可以发展到哲学諮商 这都跟我们2300万人的生活息息相关 好 既然能够思考 让我们思考一些根本问题的话 我们大概就要这样的肯定 哲学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 让我们站上生命的高度 我想我们现在人是要活在一个高度上 这不是海拔几公尺的那个高度 是我们的生命的高度 就是你要有一定的眼界 你要看得高看得远 那是不是我们可以进一步 让哲学站稳我们自己的立场 因为哲学已经从理论到实践 从基本的问题的探讨到 延伸的一些应用的问题的探讨 我刚才说过 现在伦理学基本上也是应用伦理学 就像台湾很欠缺的商业伦理 医病伦理 当然医病伦理我个人觉得 我们还是相当不错的 但商业伦理确实出现问题 不然怎么会有食安事件 当然还有一些教育伦理的问题 还有研究伦理 现在学术界也出现一些像抄袭 像这篇论文到底是谁做的 如果一篇论文几十个人挂名 那总是要去了解一下 这些人对生产这篇论文的贡献度如何 是不是 这是所谓的研究伦理 我想哲学更重要的 就是我后面要提的这两点 第一个它帮助我们去维护 我们绝对不能扬气的尊严 我们要活得有尊严 不只是个人的尊严 还有整体的国家的尊严 每一个人活在这个世上 有个人不可侵犯的权利 一些基本的机会资源 不能随便被剥夺 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尊严 那整个国家 两千三百万人 也是需要有尊严的 我想哲学可以继续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争取无可让渡的自由 我们要活得自由 我们要活得自由 那活得自由 当然前面已经说过 我们有高度 有立场 有尊严 之后我们活出自由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就可以一直有一个新的愿景 就活出希望 活得真有意义 活得真有尊严 而且还有愿望 够未来 我想这是台湾人 每一个人要去思考的问题 那我想思考一定要有一些逻辑 知识就帮助我们去寻找 我们的真理 而且我们的语言 我们会讲话 我们有言说 接着我们当然叫复制行动 所谓言行一贯 言行一致 我想两千三百万人 已经在哲学上叫做自我跟他者 就是我个人跟所有其他人之间 我们在这个关系里面 哲学社会要把这个关系整合好 让我们从个人走向群体 从自我走向他者 我想我们已经是一个所谓的共同体 community 这个共同体 以前大家经常讲的 我们是生命的共同体 所以要活出意义 活出自己的一个未来 我们必须要努力建构出 一个可以让我们生活在此时此地 那就是我们往后有很重要的课题 我们今天就要提到 就是我们要有自己的伦理 面对这块土地 面对自己的生命要有伦理 我讲一个小故事 是真实的小故事 在1995年1月17号 日本在大阪神户发生非常严重的地震 后来叫做阪神大地震 死了超过六千人 六千多人 结果在地震过后 这是一个真实的报道 有一位妇人回到她 已经倒塌的房子旁边 去寻寻秘密 不晓得在找些什么 后来有个记者就过来 说女士啊你在找什么 她说我想找一找 看看有没有一些可以用的东西 找找看有没有 后来她停顿了一阵子 又更难为情地说了一句话 说人总是这样 命保住的欲望又来了 这句话讲的真的是 讲究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坎里面 我想很不幸的有这么严重的地震 这样的灾难 有那么多人死 活着已经是够幸运的 但是活着 接着 接着就是欲望 就是我们想要继续活下去 我想这个妇人 找的东西其实是不值钱的 我记得她大概找一些 像一些晒衣服的衣架子 一些生活用品 但是她想要活下去 我想这句话 我们绝对要听进去 欲望又来了 但欲望也会制造很多问题 是不是 所以我们等一下就要来谈谈 既然活着 我们到底要怎么样继续活下去 活得有尊严 活得很自在 我想我们在这里先休息一下 大家好 我们就接着来继续讲下去 我们活在世上当然有欲望 就刚刚我说那个妇人说的 命保住的欲望又来了 但是怎么满足欲望 我想是更大的问题 我想欲望也是需要自己反省 是不是该当有这样的欲望 不是说要怎么去满足她 是不是要有一个节制 有一个限度 那我们现在来讲一个古中国的一个 非常了不起的哲学家 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思想人物 就是庄子 庄子有一个很特别的故事 我现在按照她的本文 我先用文言文 因为她的文言文写得非常简洁 有力 我先念一下 这个故事会跟我们刚刚所讲的 妇人的故事可以对应 可以对应 这庄子书里面是这么说 说南海之地为俗 别海之地为乎 中央之地为混沌 俗以乎 时相遇于混沌之地 混沌带着圣善 俗以乎 谋报混沌之德 曰 人皆有七窍以 士听时习 此都无有 尝试着之 日着一窍 七日而混沌死 我用白话再念一遍 说南海有个帝王叫做俗 北海有个帝王叫做夫 这当然是庄子的神话故事 中央有个帝王叫做混沌 一般我们也说 练混沌 就是什么都还没有开化 浑然一体的状态 混沌带他们两个人 俗跟乎 带他们两个人很好 所以俗跟乎 最后就想要 瑟瓦来回报 混沌的后裔 这样的恩情 就说 一看 他发现混沌 跟我们一般人不一样 一般人都有七窍 用来实习 用来看 用来听 用来吃 用来呼吸 而这个混沌 什么都没有 他没有七窍 我们就来帮他给凿开 我们说要开窍 我们现在是开的都是心窍 思想的 当初他开这个窍是 肉体的窍 七窍 就是我们在头部的七个孔 两个眼睛 两个鼻孔 两个耳朵 还有张嘴巴 结果着了七窍 一天着一窍 最后混沌竟然死窍窍 混沌死了 这个案是什么 我想七窍代表我们的欲望 我们最原始的 我们要吃要喝 要听要享受的欲望 就刚刚妇人说 命保住了 当然欲望就来了 这是顺着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生活就这样下去 但是 这也有一个危机 就是说我们生命是不是会因此 在成长的同时 发展我们的生命的各种能力的同时 我们也有一些危机 就是沉沦的危机 甚至于整个人类如何欲望 是无尽的话 我们一直开发 破坏 灭绝 耗尽所有的 我们的资源 就像现在 这样的情况 那是不是最后会有 所谓人类灭绝的危机出现 就像如果海平面一直上升 到本世纪末 我想世界上很多低海拔的岛屿和土地可能就不见 所以真的不见 所以我们在这边 是不是回头再想想 在台湾 从上个世纪的下半月开始 经济起飞 特别是五零六零七零年代 甚至到八零年代 我们的经济的成长指数 是非常非常高的 但也同时 助长的欲望 我们台湾发明一个 大家的口头禅 平经济 拼经济 拼是台湾威 拼就是说 做打拼 付出我们所有的 现源的力量 为了这件事 为了一个目标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当然是为了活下去 因为从战后 一开始经济状况 是非常不好的 但要活下去 一定要有一些基本的资源 就是经济活动 带的资源 没钱 没钱怎么活下去 没钱也没办法换取 我们所需要的日用品 我们整个社会 大家都需要共用的一些建设 是不是交通建设 或是其他各种建设 但是我们是不是已经破坏 这小小的 不到三万六千平方公里的 这个岛的自然 我们的土地 当初葡萄牙人看到了台湾的海岸线 一片清脆 喊出一句话 Fromosa Fromosa 这美丽之岛 我们看看我们的台湾 很多地方已经不在美丽 我们现在的画面 是很美丽的 雅明山的映画 但是也开始有人在那边盖房子 是不是 所以我们当然要有国家公园来保护 但是国家公园还是有人盖房子 这个我想这已经是所谓的弊案 我想在拼经济的过程里面 其实我们要来思考 至少我们要来思考 这样这边 是不是我们付出太大大价 破坏代祖人 而且是我们的身体 伤己又伤人 伤整个的土地 破坏整个的环境 也就是我们所需要依靠的大自然 这样值得吗 我刚刚已经说过 我们的伦理学是走向应用 现在台湾 就我个人感觉 两种应用伦理是非常严重的溃乏 一个就是商业伦理 因为我们处在一个有问题的经济环境 就像我们是金融出了问题 是不是我们的很多生产 是不是付出太大的代价 让我们空气污染指数太高 像石化工业 但我们也真的需要石化工业 还有我们在山林的开发 为了去那边玩 为了享乐 为了种植一些经济作物 就像现在之前 阿里山公路带来高山茶 现在又开始有咖啡 是不是 开始有种植一些 一些我们觉得很好的作物 就像听说现在原住民地区 也开始种梨麦 听说梨麦对身体也非常好 那我们要考虑 如果这样开发下去 就各种作物的开发 是不是会伤害我们这块土地 那再来 我想一个更根本的问题 我们有了钱 拼金节 拼金大家都好业 有了钱之后 我们是不是真的比较快乐 我们台湾最快乐的人 很可能就是刚刚那个画面上的 南鱼岛上的我们达悟族 达悟 他们穿着钉字裤 变成一个logo 他们有他们特别的船 是不是 我听过一个达悟族的作家 他说他爸爸出海捕鱼 有时候没有捕到什么鱼 也是快快乐乐 他还不说自己没有捕到鱼 说我今天捕得很少很少 后来问他说 他为什么这么说 他说因为他们达悟里面 没有那个什么都没有的这个观念 就是我们数目字那个零 听说有一个我们平地的老师 在那边教他们小孩子数目字 从123456789一直叫下去 总是要交出一个零 就告诉小朋友说零是什么 什么都没有 因为他们没有什么都没有这个观念 小朋友就问老师说 老师你说什么都没有 为什么还有这个零 你还是画一个圈圈 你看都有趣 他们没有那个没有 我们一天到晚有没有 有钱没有钱 我们要想想看有钱就比较快乐吗 比较有尊严吗 赚了钱到底为了什么 当然是为了个人能够活下去 活得更好 当然我们也需要一些享受 有些享受是需要的 当然我们不愿意住台风一来就倒的房子 我们要吃的比较健康 比较卫生 甚至比较能够吃得下去 胃口比较好吧 是不是 那当然最重要 我们发现 这是一个问题 台湾一些有钱人 出现了这样一个情况 看起来他们好像宁愿去做那经济大国的家奴 而竟然不太愿意做自己国家的主人 重使国家再小 我们是主人 重使经济大国再大 你一去可能你的角色 当然就不是主人 这值得吗 这个值得吗 所以我们思考在这边 从经济起飞到现在 我们怎么让我们的生命 就像我刚刚说的 有一个高度 活着到底要怎么活下去 混沌因为着的蹊跷走了 破坏了自然 因为它原来是浑然一体 它的生命就是浑然一体 你着的蹊跷 好意思说让它能够吃喝玩乐 因为这两个帝王要回报 南海之地 北海之地要回报 这个中央之地 我想庄子的意思是中央之地 这永远是我们生命的中心 它是浑然一体 我们不能去破坏它 着了蹊跷混沌死了 我们想想看 我们是不是有太多翘了 我刚刚说我们要开翘 但是我们现在是不是有太多 那个心翘 就是心里面有很多孔 我们自己没办法去满足它 结果思想之后一团乱 我上次好像有提到说 我们的思想乱就开始作假 甚至于作恶 是不是 那这样下去的话 我们这个社会是不是就出了问题 我们的环境一直被破坏 所以回头我们可以很严肃地说 如果我们要让哲学的大树 长在我们的土地上 我们就不会破坏这个土地 长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就不会伤害我们的生命 我想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里 下回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